一座人 一座情 全球的志願 給你拔感情 不怕痛 不怕痛 等來合唱是命的痛 等來合唱是命的痛 台南龍崎 一個只剩下泥岩 竹子和老人的地方 龍心社區發展協會如何帶領老人家 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 讓惡地再現生機 志維人文單元 帶大家見證 屏東人文真善美志工林美瑜 如何用檔案保留歷史足跡 用相機留住歲月的容顏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更加台灣現名 我是大千 華仙美蘭 這個我們剛才看 前面有一個很精彩的摘要 那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今天帶大家到台南的一個小社區龍心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看到說 這邊的老人似乎非常的有活力 那大家剛才一開場的時候也看到 我們前面有擺了一些竹編 其實龍心社區它就像是台灣的一個縮影 因為城鄉差距 再加上就是我們現在有很多地方 就是老人在地老化的一個情形 但是如何能夠透過這個社區的一個營造 活化地方呢 所以在今天我們就先來為您介紹龍心 流傳百年的曲調訴說著地方的興衰起落 這裡是台南市龍崎區 是台南市境內人口最少的行政區 人口只有四千多人 龍崎位於台南的東南端 多屬丘陵地形 丘陵地的另外一頭就是高雄市的內門區和田寮區 因為特殊的泥岩地質造成了土壤貧瘠 農作物生長不易 那個泥岩的地質它的特性就是說 它沒有水的時候它很堅硬 沒辦法耕作啊 上面的植物也不容易長出來 就沒辦法覆蓋 但是一碰到雨水 碰到水的話 它會變得很容易就軟化了 軟化以後泥土上面的表層 就會很容易被帶走 重走 流走 所以才會形成那種惡地形 所謂的越世界那種地形 種田雖然不易 卻擁有豐富的竹類資源 龍崎境內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多栽種各種竹類 所生產的竹材 筆植 肉厚 曾經是全台竹藤家具材料的主要供應處 素有彩竹之鄉的美名 做原者的家具都不太好 媽媽都會說 那時候做一頂都是幾尖一頂而已 都說 你如果去撻車 回來了 肯定要做幾頂 做幾頂 做幾頂 做一頂都會買鞭筆喔 不然沒有買鞭筆 曾經是村民用來貼補家用的主要副業 曾經是村民用來貼補家用的主要副業 當時代變遷 塑膠原料以及機械化大量生產 取代了傳統的人力編製 竹邊產業迅速沒落 加上土壤的流失 謀生大不易 最主要就是寧言二地 再加上本來就是一個竹林的自然生態 所以我們一些人口都外流到外面去 年輕人都到外面去了 只有連長者在裡面 所以寧言 竹子跟老人 就是我們地方上的一個產物 社區逐漸走向老化與凋零 1995年龍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 除了在地關懷 也走進鄰近的牛埔 龍船 大坪和石槽四個里 他們所需住的環境 一戶一戶當中差兩三公里 所以我們就發現到 如果平常不去主動去關心他們 或者去把他們引導進來 社區來參與公共事務的話 說真的他們真的都比較 生活型態就是它獨居型的 沒有受到關心 龍旗的人口老化程度相當嚴重 是全台老化行政區中排名第八名 老年人口佔全區人口約四分之一 母親節要交了 我們都可以送一下灰 讓大家快樂一下 感受一下母親節 謝謝 我們待會兒我們回合一下 現在身體的狀況有得好嗎 我們差不多 你不錯 不錯耶 一百十四 七十三 七十三 你標準耶 標準耶 這裡的長者兒女都在外地工作打拼 散居的居住型態 他們缺乏的不是生活物質 而是關懷陪伴 過程開館 就沒有看到我們就很高興 我們來問說 你跟爸爸 你當時有來 當時有來 他都會這樣說 就笑孩子 他都會頂到這樣 很高興就對了 他也是很愛我們來 平常除了關懷社區內長者 也希望他們能夠多出來走動 因此龍心社區發展協會 在2010年向教育部申請 開辦樂齡學習中心 我們在正常耶 一百二十九七十五 你心中八十二 要稍微快一點 對 因應地形和生活型態 避免老人家奔波勞頓 課程就輪流在社區內的四個裡舉行 地點就選在住家附近的活動中心 或是鄰近的廟宇 非常榮幸 我們也邀請到我們社區 跟德高望中的陳校長 我們大家對於一半 最初上課的講師 都是仰賴外來的輔導團隊 等待經驗成熟後 發展協會便有計劃地 培育在地的師資 或是邀請退休返鄉的長者 出來參與公共事務 一起共辦學習 就是在地人去關懷在地人 沒有比我們自己在地人去了解 而且更能夠創造更多的一個就業機會 更健康的更好的一個型態 保安在社區的居民能夠更能去 每個人有這個社區 我覺得他們很青春 他們家很快樂 跳舞也好 順便好 順便來 大家都很深色 他們都時間到 今天就開始準備了 今天要做什麼 我今天要做什麼 做做好事 明天才我準備要在地人社區 他們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看我們街很外面 兩家兩家社區 讚 現在看到這裡 他們的竹邊 這樣看 你看 很可愛 設定的蕾 對 設定的蕾 阿嬤剛才這樣 對… 腳手很漂亮 對… 所以我們看老人家 他可以說 跟以前的傳統記憶 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大家做點手工藝 那現在把這個部分 好像看起來就變成一個 可以欣賞的藝術品 剛才有說 老人還有這個竹子 再加上 就是他們的這個 泥沿的地形 就是地質本來是惡地 但是現在他們確實 每個月吸引 有兩三萬人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覺得很好奇對不對 是 他們怎麼樣 透過就是 讓這個本來是 真沒人要去的地方 現在變成一個教學園區 這首由龍騎在地人創作的歌曲 倒進了寧言地質為他們帶來的困擾 所幸從1998年開始 台南水保局在龍騎的牛埔裡 創立泥沿水土保持教學園區 讓這一切有了轉機 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 廢氣輪胎互坡 它是用輪胎剖邊 剖邊之後 我們用乾淨固定它 整個坡面 運用各種生態工法 增加綠色植物的覆蓋率 防止泥沿的土地流失 讓荒涼的越世界地形變成了綠洲 而施工的過程和後續的維護 採用故宮購料的方式 增加龍騎當地就業機會 並且進一步跟龍騎的龍騎社區 發展協會合作 培訓解說導覽志工 剛好也配合地方這邊的人士 他們對這邊最熟悉的 那我們就培訓他們來當作 這個解說的志工 那所以以後有人來參訪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出來解說 來介紹他們這個地方的 一些水土保值的工作 跟他們社區發展的一個綠色這樣 軍事快樂的改歲元 工作的加藍不少想 好不有限不少人 龍騎快樂的出口 不只是擔任生態園區的導覽志工 2007年余毅進接任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後 帶領社區接受水保局農村再生計畫訓練課程 透過課堂上講師的引導 才發現霓岩竹子和老人 原以為這些是造成社區沒落的因素 但其實才發現他們都是最珍貴的文化資產和特色 了解到他們原來有這麼多方面的技術 包括族氣族意 包括一些文化解說 我們也配合培根訓練的課程當中 也參與一些的計畫 來讓他們也能發揮他們的才能 黃萬貴夫妻黨就是龍騎社區寶貴的特色之一 黃萬貴出生於民國16年 跟妻子黃雨暖結離超過60個年頭 我在吃水都用這個菜贏的 我也在贏到時候 我們以前要吃飯也用贏的 用生魚而已 88歲的他個性敦厚不善言辭 臉上卻時常帶著笑容 並且擁有多項才藝 經常如詩自通 做了許多的樂器和道具 他總是喜歡將做好的樂器免費送人 除了這些黃萬貴還十分熱心工藝 除了積極參與社區樂齡學習 擔任龍騎社區關懷中心 長壽會以及環保義工隊的終身志工 更在2013年榮獲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揚 這支是大公園 這支是三圓 這支是五圓 萬貴博的樂器作品 也被放置在牛浦尼岩教學園區 附近的社區發展協會 讓他的故事和作品被更多人看見 沒得了 以前就流到那頂帶 又流到那頂帶 龍騎盛產的竹子 或許無法成為主要經濟產業 卻是傳承竹邊技藝 以及文化創意發展的重要根源 我七歲就有幾年後 八十二歲 國小幾年都做得好 對地方上的長輩來說 竹邊是過去生活的基本技能 他們做竹邊的經驗至少超過五十個年頭 信手年來都可以做出日常生活用品 竹邊是指薄而狹長的細竹片 用來編製竹邊的基本材料 要將一整根的竹子 剖成同樣粗細的大小 是學做竹邊最困難的部分 運用長輩們頗竹面本身的專業 社區發展協會請來外地老師輔導 讓他們除了製作實用的竹器之外 也開始製作精巧的竹邊觀賞作品 或是大型的竹藝燈具 看到這些創意的竹邊作品 您能夠想像 這些都是超過六十歲以上的長輩們 編製出來的成果嗎 因為龍心社區發展協會的帶動 讓一度沒落的竹邊產業 再度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 本來是一個平緩的年長者 但是這幾年裡面 因為社區的一個成長跟進步 他們也跟著轉變 所以讓他們覺得說生活有了很大的一個意義存在 肯定的一個價值 這個我做了 這個有漂亮嗎 社區的發展不能只靠一個發展協會文化的傳承 必須從教育做起 龍騎國小在17年前 就結合藝術與人文的深耕計畫 將竹編列入必修的本位課程 讓他們能夠結合生活素材 發揮創意 竹編哪裡好玩 可以穿來穿去 你要竹編做過什麼 我做過團 還有做過蝴蝶 還有做過一隻鳥 那我們希望孩子他們 善用當地的這些東西去深入了解 不只說了解這個植物的特性 也了解我們在地的鄉土的土地 那讓他們了解在地文化 並且建立在地的自信 三玄琴 萬幾百的作品 對對對 我們試試看 這真的會大 你看 我是不能大 我看一萬幾百比較厲害 開始了 這都是老大人 對這個環境 還有對我們生活 一些回憶 然後現在換成記憶 讓我們可以去欣賞 的確這個在地老化 然後也在地活化 所以其實真的是 只要有心就不難 那透過這個龍心社區 這樣的一個例子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 台灣更多可貴的地方 以前可能覺得他們比較偏僻 比較遙遠 但是也因此保存了很多的 一些人文在裡頭 有待於大家來發現 來到這位人文的單元 今天邀請到的這位人文真善美 其實名字聽起來挺美的 美人魚 美魚師姐 然後你知道嗎 他其實很早就加入慈濟 但是一直到最近這幾年 才開始加入這人文真善美 是 今天他的故事非常精彩 我們把它請到了現場 那我們先跟師姐問個好 師姐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台觀眾大家好 對 這樣看起來有的 笑味 美 真善美人魚 是 對 所以其實這個名字聽起來 真的很讓人家覺得很開心的感覺 那我覺得師姐 您很早加入的時候 已經民國八十一年 是不是 對 那時候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要不然我們會來參加主座這個團體 應該是我小姑 我小姑她跟我介紹說 我發了有一個師傅 很莊嚴 我說 以前沒有什麼信仰 就聽她的這樣子 你是屬於年輕一代的 是 還沒說 你最年輕 走逼你來 要學生遊你來 對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很記憶 那時候 沒有學生的那種感覺 就是都一直仿飾 然後要寫那個紀錄 你只是去仿製的時候 看到一間房子 可能是一個阿伯 牆壁上都是一些 這個可能他沒有辦法處理的 這些會物 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會對那個故事 非常印象深刻 因為它那個地方好像在恒春 很遠那個地方 平常我們不會到那種地方去 對 那個是人很稀少的地方 有人在報個案上來 我們就去看 真的是整個牆壁的東西 枯到那個 會有 之類的 我覺得說 人也是有這個畫面 平常我們看不到 不可能去感受到一種 可憐的那個現象出來 因為我們看資料 你以前當過美容師 然後後來自己又是老闆娘 都這樣 等於說我們很漂亮 看著我們的環境 有的人會打退堂股 那你怎麼沒有呢 因為我覺得這一條路 怎麼很懸 有人會去做這種這樣 付出的工作 去這樣可憐眾生的工作 這樣 我很有興趣 其實你不會有退堂股的這個心 不會 這可能是因為我本身出生的地方 可能就是這樣痛苦起來 所以不會覺得那個是這樣 因為小時候家境也是比較貧困一點 所以看到這樣子 其實你還蠻能夠去體會的 對啊 正公正有親切感 那我們也有去拍一下師姐的故事 有做一點點簡短的說明 看師姐是怎麼加入我們實際 我們來看接下來這段影片 屏東縣萬丹鄉的巷子裡 一早就傳來忙碌的聲音 這裡是林美瑜從小生長的地方 小時候住的三合院 現在已經重建成樓房 但兒時的生活 卻是她最深刻的記憶 小時候 我印象中就是一條 我媽媽扛我 去醫院這樣看我們爸爸 很辛苦 也覺得老人怎麼這麼好過 我們家庭怎麼這樣就對了 林美瑜剛出生時 父親就罹患關節炎 這在當時是難以治療的疾病 一家之主多次進出醫院 與病魔纏鬥 家中經濟重擔 全都落在母親身上 我做抗議前 做抗議前 做抗議前 補產 掛地方 那小孩也都 沒有人家出補產 他很高 他老婆都偏年這兩個 他就不可以出門 他就要我家 我以前要18歲 做到現在 現在80歲了 父親雖然生病了 行動不方便 教育子女 確實十分的嚴重 爸爸膝蓋不動 我們牽著山頂頭 看我嘴 他就要看 他還要看 你都會怕 這也讓林美瑜 從小就懂得察言觀色 也養成了他文靜 不愛說話 又羞澀的個性 總是不自覺地低著頭 從他這張小時候 唯一的一張照片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覺得我們爸爸把我們交得太嚴重 所以我都不敢對人 我都不敢說話 不敢啥 還不敢 我都看我們爸爸的面積 他都這樣看一看 我們就要知道 成績了對不對 林美瑜高中畢業後出社會工作 擔任過公路局的車長小姐 和化妝品專櫃小姐 22歲時跟丈夫曾煥太結婚 也開啟了她跟慈濟的姻緣 我們小姑 她跟我說 化妝的一個師父更重要 那樣我們都沒有什麼信仰 剛才人家跟我們說 我們很專心的 就這樣進來 1992年 林美瑜就受證為慈濟委員 當時33歲的她 是祖內志工裡面最年輕的 跟著資深的師姐走遍冰東訪飾 關懷需要幫助的人 那個時候是訪飾 早上的就是那個蓄海 太平洋的最旁邊的 我說真的是跑好多地方 然後一出去就是兩部車 我們這樣想 我們自己的環境這樣 看這樣覺得人生也 怎麼這麼寬 去訪飾之後看她寬的 比我們還多 這張全身布滿血管留少女的照片 是一個高中女生 父母李懿 李美瑜在一次的訪飾中 用相機記錄下苦難的瞬間 也提醒著自己 要長懷憐憫的心 2008年 林美瑜參加了人文真善美志工 培訓課程 這讓一直喜歡拍照的她 在慈濟找到了新的定位和使命 活動慈濟室就當做自己的師 第二點就是趕快抓住 菩薩師兄師姐的足跡 拍不近但是我盡量拍 雖然喜歡拍照 但小時候養成的羞澀個性 卻成為她做人文真善美最大的阻礙 因為不敢面對人群 拍照的時候 林美瑜只敢躲在一旁拍攝 記得第一次的時候 我還不敢上到前面 站在中間 湯把剛好在旁邊 因為湯把我們都很熟了 我說湯把我真的是不敢走到前面去 她說你不敢走到前面去 那以後怎麼辦 好對齁 就慢慢地唸慢慢唸 唸唸唸唸到前面去拍 還好沒什麼 克服了心理障礙 現在的她為了拍到好畫面 總是跑在第一線 只希望能夠為活動 留下美善的足跡 我覺得她參加人文真善美 整個人生都有很大的轉變 變得比較富補 比較好像是以前是瑞翔 現在有點外向 她敢跟人家講話 敢去參加互動 跟以前那個 好文文靜靜的親吟 有點不太一樣 林美瑜的改變 認識她的人都能感受得到 而她也希望 能將她在此季所感受到的美善 跟最寶貴的家人分享 每次來都很感動 然後也可以看到 原來媽媽在此季裡面 付出這些 因為她在裡面也很開心 然後也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我覺得就很支持媽媽 做了實際這一條路 每年五月第二個星期日 母親節 育佛節 慈祭日三節合一 林美瑜總是會帶著女兒女婿 和孫女一起參與育佛典禮 我覺得還滿震撼的 跟我心中想的比較不大一樣 一開始會很激癢 可是慢慢慢慢的 你心情還是會 會越來越平靜 越來越平靜 隨著就是那個 那個歌頌的聲音也好 你會覺得慢慢的沉澱下來 大家好 我是陳台希 我是陳台希 我要跳天的虎 爹爹跳舞 拖子擺出來 拖子 如今先生 兒子和哥哥 先後受贈持際志工 現在的林美瑜正努力 幫媽媽圓滿溶洞 同心同道 一家親 只但願將這份愛與幸福 傳承下去 沒有什麼留給孩子 就是留這個給孩子 我希望所做的都是傳承 上人傳承嘛 我們當然不會傳承 像上人這樣子啦 我們是至少傳承給 下一代 下一代這樣子 謝謝給你 愛媳婦給你 好 收到了 謝謝 謝謝 對…這樣 行善 增肅園 有什麼會特地用這樣的東西 來要跟大家結園呢 其實這個好像就是美人魚嘛 特地去做下面那個 行善 行善 對 行善 送給那個客戶 可能大家會誤以為 就是美瑜師姐家 專門在賣素園 其實不是對不對 不是 其實家裡面 就是先生的本業是開 就是櫻樓這樣子 那是不缺 那是不缺 但是聽說是因為媽媽 很辛苦服育你們 然後呢 媽媽不肯定 所以你就希望幫媽媽圓滿 人文融洞 來祝福她的來世 是嗎 這個也是三管齊下 一就是抱父母恩 這是我自己的心願這樣子 抱父母恩 二來就是說圓融洞嘛 第三就是可以廣去推廣這個蔬食 推廣蔬食 其實這個看起來很清楚 就是跟大家結緣的這個 這個我們看起來 這個是水虎袋嘛 對 其實這都是說 有想要吃素如素 或者是想要行善行孝 你感覺可以跟它結緣 這個是結緣的 是這樣 是了解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現場還有 就是說做人文針災 會進行去查緣觀測嗎 聽說你也很會收集資料 那個時候很會收集資料 對 這個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檔本嘛 這個檔本 以前我們可能就很多都剪貼 然後呢 其實像這樣子 我有把它留起來 把它留起來 這個很宣傳的 對 當年有這個參與過的 對不對 對 這個土耳其的愛心動起來 這個宣傳單 我還把它包起來 這是什麼 我自己拍的 要去洗一洗 以前沒有這個數位嘛 那一洗照片出來 把它貼一貼 然後還會寫一些紙句 怎麼會有這個習慣 就是說 我經歷過走過的事情 我要把它的這個 覺得很有印象的足跡留下來 就是小孩子 有小孩子的時候 就很會收集一些東西 然後收集這些照片 足跡的話就是說 只要我看到喜歡的 我就把它留起來 至於照相相片 或者是 或者是 拍老菩薩他們的這些 我的畫面 我是說 留下他們的足跡 這樣子以後 他們也可以看到 不會說一剎那就沒有了 這樣檔本 我們只是其中一本 那世傑記得好幾本 那我想先看一段影片 就是世傑怎麼做這個 人文真善美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是每一位父母最大的期盼 為了孩子的教育 林美瑜也曾經費盡心思 小孩子小時候 我就開始剪貼了 是剪貼給 不會日報那些嘛 用來那些給小朋友 要教小朋友注音 要請他們練故事啊 然後越來他們 越長大的時候 就有自己的事 孩子長大後 有越來越多自己的時間 喜歡學習的他 便透過報章雜誌的文章 來充實自我 只要想學到 像什麼文章都很好 就把它留下來 所以留到現在真的是很多 大約看一下會剪下來 然後貼的時候 會看還會畫一下重點 1999年9月21號 台灣發生近百年來 規模最大的強烈地震 造成了兩千多人死亡 上萬人受傷 喜歡蒐集簡報的林美瑜 將這段歷史的報道 蒐集成册 雖然當時的林美瑜 並不是人文真善美志工 卻已經有留下歷史的概念 每當慈激志工走上街頭 為921地震募款的時候 他就把大家的身影拍下來 像自己會拍照嘛 拍一拍就把它貼上去 貼上去 這樣子看 因為那時候不會寫文稿 就把它那個相片上的 算是圖縮是不是 其實我寫的那個 根本不是圖縮 只是很趣味的 看它滿用趣味的方式 把它描寫出來 只要走過就想留下足跡 這樣的個性和習慣 在他加入人文真善美志工後 更是完全發揮出來 2009年8月 颱風莫拉克重創南台灣 慈激志工動員協助清掃 風災過後更圓建永久屋 讓受災鄉親有個安身立命的家 家住屏東的林美瑜 當時每天都前往 長治鄉百合部落園區記錄 長治那邊是109天 我也是每天去 很累喔 應該好像不會 就是也不會 時間也不會很長 只要你願意做的話 撥個時間出來 應該是沒問題 109天的堅持 林美瑜每天 將鄉妻志工做的佳餚 還有工程進度 用照片搭配圖縮 做成了檔案本 還為當時在工地工作的鄉親 製作一人一本的紀念冊 作為相處四個月的結緣品 就像我在蒐集那些剪貼 現在是用相機來蒐集 真實人生的故事 它可以讓我們緬懷過去 不會失去那個意義 2014年 慈激基金會和教育部 以及屏東縣政府簽署希望工程協議書 任養屏東縣無所學校的重建經費 身為屏東在地人的林美瑜 當然不放過這個紀錄美善的機會 公正國中就是在他的社區之內 所以他說他更有責任 每天來做拍攝的紀錄 他先生煮咖啡來給工人喝 美醫師姐除了拍照之外 他還做點心 工地點心各式各樣 到底是怎樣的付出 讓工作人員引緊期盼 原來擔任碰浪老師的梁美琴和志工林美瑜 過去一個月總在早上十點 把小餐點送到點心站 要讓大家補充體力 體續工程人員的付出 兩位志工一人負責甜點 一人專做鹹口味 甚至曾經清晨三點起床 就為了準備適合的小點心 以公正國中這個校舍來講 他是用相機做前紀錄的 拍完他還做日子 日子做好還送給校長 各位可以看得到的後面的組合屋 也是其中的圓件的一個部分 因為學校拆除以後 只剩下體育館跟處法 那教室上課的部分 直接也協助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讓我們能夠順利在圓件的過程中 也學生的上課 或是老師的一些辦公也不會延誤 能夠繼續讓這個教學 能夠順利推展下去 2014年6月完工的組合屋 現在已經是孩子們上課的教室 學校美術班的學生 也發揮他們的專長 為這一間又一間用愛打造的教室 再添亮麗色彩 在學校的另外一側 新校舍的重建工程還持續進行中 靈略於依舊是天天到公正國中報道 持續記錄工地的成長 好像自己也把它留下足跡了 如果那一瞬間不記錄的話就過了 就永遠回不來了 美安手上這個就是我們1999年的時候 對 這個從土耳其地震 這個台灣的愛心動起來 你看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檔本 是比較沒有章法的 就自己純粹自己保留這樣子 但後來你看到已經開始 照片配上圖說就非常的仔細 我們就知道說這度是尚 是 那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當時的一個情境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也都還會自我加油鼓勵一下 對 保持這個笑容就對了 對對對 那這個是屬於進階版 對 這個其實我們剛才看 還有在進階版 對不對 這個是手寫進階版 你這個呢 打字 對 但是手寫不錯 字也很好看 怎麼會想說 不然我們用電腦 應該現在都科技時代 大家都用電腦 如果有用這個的話 移來移去可能不方便 還有實際上的功能 你自己這樣子打字快嗎 慢慢打 這個排檔也是比較慢 因為這個比較生疏 劉哉的師兄 他每天也是到那邊煮給 我們的工人 我們到家一起吃 是 就會一點一點 一盤一盤 然後其中取一些一些 回家擺 擺到這樣 拍到滿意為止 就這樣子 所以這不是現場嗎 不是在現場拍 不是 我要帶我去端立爬 然後回家下午 在廚房拍 有時候拍好幾個鐘頭 才會擺出這樣子 我了解 每片都不一樣 意思就是說 你要替大家的那個心意 把它美美的呈現出來 這是地基 這個地方 然後當天的點心 當天的點心 所以這樣一佩合 我們就知道當天的歷史 你看 對 我們現在看到 廚已經有了 已經有房子的旅行 當天的點心 對 當天的午餐 有時候的點心 你看 好 一樣 和部落的慈禁大哀悟 所以你看當天的點心 真實之路 對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非常用心 人物的部分 人物部分的師姐 你現在聽說都在記錄一些老菩薩 老菩薩 就是我進來慈禧 我們 我跟他們同一組 年紀最大的成蠻師姐 老菩薩 她即使是96歲了 她坐在那邊 還是 坐得挺挺挺 不是 還是很有女人味 你知道嗎 然後你問她 你問她說 你怎麼坐得這麼好寫 這樣 她就說 我們上映就這樣跟我們教不 我們上映怎麼教 跟我們坐得好 阿公的要欺負 對 她還是這樣子 所以老菩薩 他們身上你就是學到這些 我們也來透過影片 看看這個美育師姐 跟紀錄老菩薩的故事 這裡是屏東縣的岩埔 環保鎮 84歲的吳玉英阿嬤 在這裡做環保 已經超過20個年頭 每到環保回收日 都有一群像阿嬤一樣 認真的環保志工們 在這裡付出 他們就是很熱忱 我覺得就是 大家跟他們都阿嬤這樣 要吃什麼肥就好 你也要吃 你也要喝什麼肥 他們就會很 教過我們這個 好像開始外地來 他們的熱情和親切 總吸引著林美瑜來到這裡 為他們紀錄 他最喜歡拍的 是堆積在老人家臉上 打拼一輩子的風霜 因為那代表著他們 走過歲月的堅強生命力 阿嬤 我幫你拍照有沒有 你不會覺得 我幫你拍照有沒有 會搖穩 都搖得很明顯 有啊 我 我不會啦 你不會 要搖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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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在岩埔為志工們紀錄 也讓林美瑜在當地 網羅到一位 人文真善美志工的人才 我學生的是 看他在我兒童班 他真的是美美地 我拍出來的相片也美美的 我就信似 我是要跟他學照相的那個念頭 對焦在他那個人的褲子上 按一下褲子上 再過來拍的時候 全部都亮的 所以有時候不用散光 跟港褲就在這裡 真的耶 你看 對啊 如果沒有這樣 今天還給我一步 喜歡跟老菩薩親近 感受到那種 被疼惜照顧的感覺 林美瑜也用同樣的心情 來陪伴心靜的職工 美瑜老師啊 他都給我兒樂耶 我從圖會 然後他就一直知道我 他都一直給我兒樂 然後我說我也害羞 他都說不要害羞 走過去踏出去 為了有更好的技術 傳承給新人 也為了留下老菩薩們的美善足跡 林美瑜總是利用休息時間 製作照片檔本 三點到四點 他就會起床子這樣子 對 開始能不能做一個事情 就開電腦啊 開始做他人文真善美的事情 對… 整理照片啊 整理一天下來的紀錄 偶爾寫寫文稿這樣子 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 需要有人討論 兒子就是他方便寢意的對象 你覺得這兩張配的哪一張好看 這樣子 我覺得左邊那張比較好看 左邊那張為什麼 為什麼 一樣啊 他臉比較大 當然不一樣喔 你看 右邊這一張 他的光線就暗暗的啊 然後他的眼鏡 就沒辦法看出他的眼神 他眼睛在看對 你看這一張 你看他就很… 前頭有一個很立體的感覺 他的表情就很生動 你們剛也看到他打的非常慢 對啊 他也是一個一個字 就在凌晨那個時段 這樣一個字一個字 這樣子慢慢打慢慢打 有歲數的人還願意這樣子 去翻書閱讀 來找出什麼樣的文字 適合我現在拍的張照片 或是說我現在攝影的東西這樣子 他每天不間斷重複這些工作 讓我覺得非常厲害的一個人 這一天是慈季49週年慶 屏東峰會與花蓮禁絲金社連線 同步禮拜鑰匙金 這群高齡八九十歲的資深委員 他們大都市1977年 塞洛馬台風正創高屏地區的因緣 加入慈濟 讓人來到屏東做震災 然後就感動了很多當地的一些家庭主婦 然後他們就跟著看到師父那種慈悲啊 他們就願意跟著師父走 林瑋瑜受贈慈濟委員後 就常常跟著這群資深的菩薩們在一起 二十多年來不但培養出深厚的情誼 也深受他們的影響 在老菩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當時追隨上人的那種精神 對 到現在還在 出發心罵喔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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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每一年拜經結束 年輕一輩的委員們 都會把這群老菩薩們留下來 一起涟漪化慈濟 讓大家重溫往日情誼 我的資深委員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說以後啊 他如果他們這一群人啊 如果回到婚會來 回來一次就少掉一次 我剛開始的時候聽不懂 為什麼來一次會少掉一次 後來慢慢的去體會到他 喔 原來他在告訴我 所以也不饒人 這群老菩薩們雖然年紀大了 但心心念念的是慈濟 是上人 我們上人那一天來 就問我當時還要回到法蓮 我說有時間我們大家來 說我反應這樣啦 以前上人說 沒要收那種正方做地主啦 修方的做地主啦 你把它加什麼絕招了 整個擺就好了 年紀最大的已經97歲了 然後再過來就是90歲啊 80歲的都已經高年了 對啊 就是如果再不留下他們的足跡 以後要留都恐怕都不容易了 很舒服 身體健康 18歲 你對師父有高興嗎 有啊 很高興 那你要跟師父說什麼 說大家高興啦 對著我就是對著好舒服啦 很高興吃百歲啦 那你要跟師父說什麼 師父 我愛你 師父 我愛你 好 要去忙嗎 看這裡 所以我們看這個老婆是這樣 真的 剛才有講到一個 其實很值得我們思考 說每年來一次 好像就少一次 少了一次 對啊 就是年齡會少掉啦 對啊 就減一歲就減掉了 你覺得這麼老大人 其實都已經相處二三十年的時間 對啊 這樣的這個情誼啊 你自己覺得在他們身上 給你學習到的最多的是什麼 看到他們的那種慈悲心 就是會關心 關心晚輩的心 然後我們在他們身上 很 在他們身邊很 你會很 很放心啦 我沒有聽過他們會講 不好聽的話 不好聽的話 對 這一點想起來 二三四年以來都這樣子 整個歲了 大家都是有在加入十幾嘛 這個自己收穫最大的是什麼 當你看到我的照片的時候 會去探討說 這個人掌精人的那個內涵的深度 我希望有朝向這樣子的目標 把它拍得更好 事情很多 然後人很忙 也很容易遺忘 對啊 透過這樣子其實就 剎那就變永恆了 對啊 也是很值得 雖然花了那麼多時間 可是也很值得 看到老菩薩他們的足跡 其實這樣子的話 就是留下他們的腳印 然後我也自己 也會自己留下足跡 對不對 看起來就是越做越開心 可能有美娛師姐這樣記錄 所以不然我們有時候 時間收一下過去 以前發現大家還是不會記 但現在通通都被記下來了 真的很感謝師姐今天來到現場 感謝妳 感謝妳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